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 于3月26日至29日在海南博鳌召开 日前海南博鳌近灵探示范区启动运行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所有场馆 如何实现绿电供应 今天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 海南博鳌近灵探示范区 位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举办地 海南博鳌东宇岛 该示范区通过采用智能木墙开启扇 立体绿植遮阳 更换高效制冷设备 建设循环花园等手段 更新改造既有建筑与环境 系统性推进区域降探 同时屋顶光伏 立面光伏 光伏地栓 花朵风机等 有效收集阳光和海风送来的绿电 终于到实现了用电自平衡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举办期间 绿电能否保上供给 和满足各方用电需求 目前今天光照条件 刚才您在我们的实时的管理中心上传的数据 今天一天的发电量可以达到12万度 日常情况下整个东宇岛的用电量是5万度左右 前两天搞一般的会带展的活动 我们来看是8万度左右 那么开会期间应该是在9万度左右 每天 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这种光照条件 是完全可以覆盖掉我们在论坛高峰期所需要的绿色能源 当然这个是博鳌是高宝供电的地区 同时我们也有其他的试电进行备用 进行备用 就算日光条件不像今天这么好 一般的晴天它也能够达到10万度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配挤了1万度的储能 如果是出现这个这个夜间用电 夜间用电的话呢储能可以发挥作用 该示范区内的酒店后厨取消了燃气使用 改为电力烹饪设备 电力烹饪的菜品好吃吗 出菜速度如何 锅器还在吗 摄香味能否满足客人需求 这个我是吃过的 从他从他一开始再把这个设备装上之后呢 我们就尝过啊 不光是我吃过 很多大家技术人员都来这瓶子品尝过 而且我们在这个安装这套设备之前呢 也征求过厨师长的意见 他实际上去炒过这个菜 包括煲汤 包括爆炒 这个呢功率达到了35千瓦 刚才你也看到了 就是它的热能量 是完全足够我们中中餐的这个爆炒的需要的 凉水一锅8秒钟烧开 完了以后呢 包括它的这个锅器各个方面都没问题 而且它的这个底下的加热的这个层和锅 它是一套 是完全贴合的 所以说它的其实它的效率是很高的 目前海南博鸥禁灵碳示范区 已实现禁灵碳排放 改造建筑运行能耗 整体下降比例接近50% 岛内交通工具 能耗下降比例达80% 该示范区禁灵碳排放后 舒适度如何 灵碳绝对不是降低它的体验度和舒适度 这个是要保证舒适度的 所以说在保证舒适度方面呢 我们又要考虑节能又要考虑舒适度呢 我们这次全部采取了温湿双控 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是同样是25度 湿度很大的话你依然不舒服 我们传统的方式是要拿空调开到很低的温度去让大家保证舒适 现在呢是可以考虑我们控制在25度 同时呢我们采取出湿 每一个房间都有小型的出湿设备 把湿度降下来 温度和这个空调不需要开那么低 也依然可以保持舒适 博鳌亚州论坛2024年年会 注重绿色班会 参会人员还可以通过减碳骑行体验 获取低碳奖励 这就是一个减碳骑行的一个体验 比如说您可以在紧张的这个工作之余 可以来骑行一下 也可以给手机充电 也可以呢相比我们其他的一些出行方式 有一种减排的行为 就是减少氧氧化碳的排放 这个在我骑行的过程当中 它会产生一个怎样的一个效果呢 就是您骑行嘛 它有这些这个动能嘛 它转换为电呢 给您这个手机充电 这样就是说 它都是一个 就是一个纯自动的一个系统 另外就是锻炼一下我们这个身体 就是引导大家有一种绿色出行的方式